回來 星期二得道的第3節 大家記得就按廣告 還有按like 因為最近多了一批網友希望進入WhatsApp 所以 我們也沒有辦法了 其實就不想再開多一個 但沒辦法太多人了 未來就會開第二個WhatsApp 沒有的 有空我們就開吧 前一陣子就沒有空 過去有二百多人 二百五十多人 很多人P.A.問 其實是很多人沒有加進去的 很多人是很輕開的 我打算做後備 排後備啦 問題就是後備也太多了 都要多開一個新的 WhatsApp號碼就是97114085 另外我們就是 定了3月2日至6日去台灣 考察的 高雄 高雄台中 有網友問我們可以一起來嗎 沒問題的 問我團費多少就沒有團費的 因為 我們自己買機票 自己預約酒店 其實是約一起去的意思 約一起去 那麼 我們機票就是 3月2日 回來是3月6日 回來的時候有些人會早一點 有些人會晚一點 因為你到時想留夜一點 你就要乘晚機 你覺得我差不多玩夠了 我中午就離開 也沒有問題的 大家主要是在那幾天大家聚下 我們 其實 還未訂的 盡快我們這兩天會訂的 我們預計行程3月2日 乘飛機去到高雄之後會先過台中 然後就在台中玩了兩天之後才回來 高雄 劉先生說 我們可以先預訂高鐵 高鐵票 去到日子才行 半次也行 高鐵票也不是很難買的 原來好像有一點優惠 早點確認 高鐵票不是太貴 你跟新幹線比 日本貴到牛 新幹線的銀碼 接合了港幣之後 那個數值就跟我們現在台灣 用台幣買高鐵票差不多價錢 差不多四倍的貴 如果你沒有買那些周遊捐的話 那價錢是很恐怖的 如果你買Railpass是很便宜的 一個價錢你可以玩7天 14天 九州去到北海道都可以 不用的 28000還是29000 一個Railpass在日本 7天 7天 問題是你只要乘一程 由東京去到大阪 大阪 遠一點去駁多一程 就是22000的 你29000而已 你那些Railpass 但這一次去駁多一程 那麼多錢的 新幹線貴的 原來是這樣的 很貴的 好像買機票 很多時候是貴過機票的 很多時候是 但是 我看 其實 拆開話題看到很多的 地鐵 日本上班的地鐵 迫到已經沒有位置進去 還要更加進去 那些是火車 地鐵還是甚麼 普通的火車 普通火車 市內的火車 很多人的 迫到這樣 跟我們差不多 你看看九龍塘站 九龍塘站也是這樣 他那些人已經迫到物質質 他就強硬押進去的 好像富貴迫人審殿下那樣 他幫你進去 然後他老公很開心地擋錶 然後那些反助力壓下來 就把董錶壓扁了 日本也不是壓扁了 一個一個踏實了 很誇張 用不了的 可以睡覺了 基本上你睡覺也不會跌到地下 因為那些人 住了 是不是 好了 行程大家就各自買了 我們推薦中午去到高雄 因為馬雷近也會來的 我們邀請他們來 一起玩的 馬雷近就買了機票了 要報名來的快 我們想買機票 我們要買的 可能我們先買機票 到時你跟回我們坐那班 到時 酒店就不用急訂的 到時我們可以 大家有個共識 訂哪個地方的酒店 跟著哪區方面玩的 到時大家的共識就一起訂 還有時間 三月 而且酒店也不急 台灣有很多酒店 就算你 高窮 台中也有很多酒店 選擇 我們去的日子不是旺季 所以不用那麼擔心 是的 我們說回香港事 香港事 發生了很多事 最新一宗 就是這個 我們最關心的 律政司 鄭若驊 老公 抗禮 律政司抗禮 這個意思是不能用的 老公是不能用的 男女才能用的 男的老婆 那這對狗男女呢 直接一點啦 一來就開球 這對狗男女很明顯 他們沒有夫妻之名 沒有夫妻之實就有夫妻之名 我又明白一件事 為什麼林鄭這麼看得起 因為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有夫妻之名 但沒有夫妻之實 這個潘若驊看的款式也沒有行房 你猜的 我猜的 經常要研究人家沒有行房 一對男女 尤其是兩夫婦 關心高官的性生活 性生活健康 那個官會比較健康 不然會變態 我認為林鄭是心理變態 因為性生活得不到滿足 而令到她心理變態 未必 以前老毛應該是很滿足的 老毛變態是因為她兒子被人炸狗死了 她唯一幫她繼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帝國 沒有寫一個毛字 是她喪失了一個太子 所以她是變態 跟鄭若驊 跟她說不一樣 跟她說不一樣 鄭若驊也是一樣的 她沒有可能想問 只是說出來罵記者那些 變態 回答 別說我回答問題 就是這樣 老實說 潘若驊看到一個 鐵線拳的 這樣的貨 國術師傅 趙智玲 鐵線拳 鐵線拳 哪會有行防 而且他們最近才結婚 他們年紀很大才結婚 他們是因為利益而結婚 絕對不是因為 商愛而結婚 說回潘樂圖那件案 他那件案現在告上法庭 他真的說得很妙啊 他未審案才興奮 首先請了一些 傳承很貴的資深大律師 找了麥高爾代表他 充滿信心 說屋宇署是錯的 我告他的水池 屋宇署告他的水池 潛建 他就出來對記者說 那個不是一個工程結構 那個是一個 有裝水的儲水池 跟地上是沒有連接的 他以一個專家的身份 教你們啊 我沒有潛建 很有信心 很有信服力 潛建權威 當年 唐唐也是說 我不覺意挖深了一點點 唐唐沒有他的專業資格 他是工程師來的 工程師學會前會長 所以我不敢挑戰你 對於工程的認知 因為你真的很聰明 好 問題來了 提出問題 當記者問你 你老婆那間屋是否潛建 你知道嗎 他的答案是 我老婆的東西我不知道 你看看 你出來跟記者說話 說自己的權威 怎麼聰明 水池又不是潛建 那些你懂得回答 問你老婆那些 那些你又不敢回答嗎 那些是潛建的嘛 你不是人渣啊 拿著做人渣榜 我又引述一下 他說我老婆的東西我不知道 我老婆的東西也不知道 坦白說 他們 我突然想起一個小學時候教的英文 他老婆 是他的wife-in-law 他 就是他老婆的 husband-in-law 只有法律上的名分 這個夫妻 坦白說 這個好像在蝕俱基督 我認為他們在蝕俱基督 因為你沒有夫妻之實 你蝕俱自己 一方面就扮專家 然後隔壁那些 我不知道 在我隔壁而已 但我不知道 他隔壁那家我沒有去過 不如說你沒有去過 其實應該是否要 請他的專家證人評論 他老婆的家 你自己不要這麼興奮啊 你上庭接受盤問 你不要給口罩 我問你這些問題 別人會問你 這麼過癮 可能法庭判不到你隔壁的屋 令你有罪 但是 媒體會報導的 你慢慢審吧 你的案子 那他那個wife-in-law呢 那你怎麼說 沒有課無告嘛 你忘記了嗎 放生了嘛 多得律政署放生了嘛 不然我們怎麼開律政署多接播 你忘記了嗎 所以就沒事的 不可以交叉新聞 不可以用鄭如華單一盤去老公 不可以用她老公單一盤鄭如華的 所以我講真的沒道理 我律政署 沒有一個事無辜 每個人都應該好像送了傑的兒子 連續十四個腰節 因為你們是真的欺善怕我 你們是為權貴服務 你們是權貴的家丁護院 所以你說律政署是不是賤格 你告這宗可能真的告不入 人家是找麥高怡出來 人家有錢嘛 為甚麼有錢呢 就是另一宗新聞 關於潘樂圖的 另一宗新聞 水務署 水務署工程 1.3億工程 批給潘樂圖公司 是沒有招標的 因為他是潛建權威嘛 我都找不到一個比你更加適合的對象 但是是水務署而已 你剛才聽不到他說的水池嗎 是不是水務署啊 水務署就是水池的嗎 水務署不是做水池的嗎 水務署是很大的水池嘛 水務署是很大的水池嘛 水務署是做水池嘛 你知不知道 水池就知道 水庫其實是一個水池而已 不過給你家的體積大很多倍嘛 這個是水池確權威嘛 當然是給他做的 但是沒有用的 第二個誰有這麼權威 但是水池沒有意思的 他認識水池沒有用的 現在水沒有合約嘛 逢是水都給他了嘛 水記嘛 還有很多水 這些就是赤裸的利益輸送 擺到明明就送給你洗 那些好東西 所以錢多了 做權威 工程師學會主席 自己做了專家證人 聘請得起資深大律師幫他打官司 那就可以了 有一個人不入了 還要問律政署拿課費 到時候律政署就很乖乖地 很順滔給他房費 逆說認輸啦 麥高爾可能收到你 因為他叫麥高爾 麥高爾 那個譯音叫麥高爾 高爾就是高俊的堂弟弟 這個麥高爾就是麥高爾 可能是簡單告不入的 可能是簡單告你不入的 輸了官司 我那裏偵處輸了官司 還要再掃兩球 給潘樂圖 給他找到麥高爾的數 然後 在法庭走出來 這個叫做潘樂圖 震被高夫 法律是公正的 好像張子強當年那樣 是不是 那就好 彰顯香港法治 當然啦 你要是法律政司嘛 公正吧 你看看公正 這個其實我認為 整個律政署 都是在幫這個 狗男女陪葬 把所有明星都壓下去 以前的人 如果不是我們在揭露律政署 沒有人敢說 任何一個都不敢說 因為平常是罵下法官的 源頭不在法官那裏 當然有些法官是值得批評 有些法官是值得批評的 多數的源頭是來自律政署 因為律政署才是首執大權 告定不告那個人嘛 因為他決定 而他根本律政司司長你有權 你願意選嗎 沒有的 他要不要去國會 不用的 他要不要問一下 有些立法會議員 不用的 他們是自己選的 沒錯啦 喜歡告誰就告誰 不是要告誰 而是說 香港的議會是沒有一種同意權 在外國 比如說美國 你選一個總統出來 他的部長是要經過國會同意的 但香港是沒有這招的 香港是沒有的 他喜歡委任這個 只要大陸肯定就可以了 沒錯 所以選了一個財政司 所以 這件事這兩夫妻都可以說 把香港 整個司法界 整個最黑暗的揭露出來 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結 赤裸裸的利益輸送 還是赤裸裸的包庇 那裏政司就是專門做這些 包庇這些權貴 欺壓市民的 這個dirty job 你們也不做 一直沒有人說你們 沒有人說你們 因為沒有人說你們 經常會失招 經常會罵法官 那些法官真的是無辜 所以那些法官就出來說 法律年度 首席大法官出來說 馬道立出來說 不要慢罵法官 不要破壞法治 破壞法治的當然不是在網民 網民沒有 市民沒有權力的 怎麼會破壞你的法治 最大的法治不是由你這個 律政司 這幫人去破壞 破壞法治只有你們做到的 你們有權力的人 是啊 因為你們選擇一些 不應該告的人 你們就告了 告特 那些應該告的 每一個都不告 好像劉振英 好像鄭若驊 要搞清楚一件事 很多人 混亂了 司法和行政 律政司 或者律政署 是屬於行政那一篇 他不是司法那一篇 所以你要罵的話 因為行政 其實就是 基本上是政治決定 很多時候的事情 現在就出現這個狀態 當年 梁愛斯五個護士 五個護士就是這樣 他說是基於公眾利益 現在這個 是不是公眾利益 那是行政權 那不是司法權 他是用行政手段 是行政權 去選擇 告哪些人 不告哪些人 我們說這對狗男女 其實也是 要準備 做大世界 因為接下來潘樂圖的公司 說要上市 這間公司上市 可能會再炒的 也不一定 但是這些股票 我們是不會跌的 沒有的 這些股票 可能會升得很厲害 我們一定 一定會跌得很慘 但是你們要賣 你們奉勸 你們要找多一點 你的錢慢慢留起來 你們有時間用的 你們有地方給你們用 做手術用的 將來留給你們 又做手術 你們要賺多一點錢 你們要飛去 瑞士 全世界飛雲 你們乘搭醫療專機 會多於 乘搭巴士 會多於乘搭司 這是私駕車的 這節是不是差不多 人渣榜呢 我覺得 這對狗男女 潘樂圖 鄭若驊 應該是 一曲回來的 叮噹碼頭也會睡得到 人渣一點 如果要拍 兩個一隊 一定是冠軍 你好像在說那些 賽車車隊 另外還有一隊車隊 現在變成第二了 六八九加老董 第三了 第二是林鄭家鵝 羅智江 六八九不是應該交她老婆一隊嗎 為甚麼要拍董協華一隊呢 跟董協華一隊呢 跟董協華一隊呢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